婆媳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永恒的世纪难题 《我最爱的女人们》播出后明星婆媳关系引热议 此前先导片中张伦硕骂骂首次公开评价儿戏中 钟丽提要是小几岁就更完美了而被骂上热搜 最新一期人与夫妇一家出现了更大的硝烟 矛盾不再是婆媳 而是张伦硕在节目里对钟丽提大发脾气 节目中张伦硕要去洗澡 让钟丽提帮她挡一下镜头 钟丽提还跑到她妈妈面前数落钟丽提 念叨她不去清空摄像头 一点也不为别人着想 婆媳关系好不好关键在于老公给不给力 本来两婆媳的关系不见有多好 张伦硕反倒跟妈妈告状 妈妈当然站在儿子这一方 不过钟丽提婆婆见到她委屈落泪 连忙上前安慰儿媳 便教育儿子把脾气收敛一下 作为一个男人自己本来能解决的事情 却让他人代劳 结果有问题就剧生气 把责任赖别人身上 不少网友看了这段吵架 非常生气地说老婆娶回来是用来疼的 不是用来使唤的 真把女神当妈了吗 还跟妈妈告证 跟个一百多斤的孩子试得 虽然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可以看出来张伦硕的不成熟 人与夫妇从如果爱中一路走来 他们浪漫的爱情让不少人艳羡 女神中立体感情之路本就坎坷 以为这次终于遇见一个可以包容她 给她幸福的男人 真是应了那句话 婚姻不易 且行且珍惜 她还在唏乱 没有来发行 William & Sam 这个试图 这试图